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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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小時候你明明什麼東西都可以亂吃 長大之後就很容易對這些食物過敏呢? 小時候吃海鮮吃超爽 長大隨便一吃就腫起來 到底是為什麼? 或者是說呢 你最近突然間身體變得很差 卻找不到任何原因 其實有可能是因為食物過敏喔 那我們這一集呢 連續上一集的主題找到我們的阿丁博士 為我們來介紹一下為什麼成人長大之後會過敏呢? 那因為過敏這個東西呢真的太千奇百怪了 所以其實阿丁博士有非常多有趣的小例子 我們沒有辦法放在影片的正文裡面 但是我們會放在影片的最後面 讓大家聊一下世界千奇百怪物 所以阿丁啊為什麼有些人長大之後會突然對海鮮過敏? 再說一次就是過敏的原因其實不知道 確切非常詳細的不知道但我們正在努力研究中 那有沒有任何的假說是可以給大家一個idea 可能的原因是什麼? 對有 那目前有幾個盛行的假說 像是我上集有稍微提到的 就是腸內菌蟲的關係 生活環境多樣性會影響腸內菌蟲 或者是你的飲食習慣會影響腸內菌蟲 所以腸內菌蟲會再影響你的免疫系統 然後讓你的免疫系統的耐受性變低 聽起來蠻有可能的阿 就是我小時候吃的很健康都慢慢管東管西的 長大之後都吃自己喜歡吃的麥當勞跟炸雞 然後所以就突然之間開始會對很多東西過敏 翻譯成白話文是這個意思嗎? 對但是海鮮過敏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議題 因為海鮮 第一個海鮮有很多種 然後如果我們要稍微講這個議題的話 我們把它非常粗略非常大略的分成 有些人是對魚類的過敏 有些人是對有殼類shallfish的過敏 就是蝦螃蟹 蝦蟹棒殼 魚類的過敏的話呢 有些人又是對魚肉過敏 可是有些人可能是對魚皮過敏 像魚皮上有一些什麼elderlose的糖這樣子 所以那很麻煩 因為如果你是對魚皮過敏的話 魚在海鮮市場裡面 或者是餐裡面 都是跟其他海鮮一起放在一起的 你根本蠻以避免 所以只要那個海鮮攤販賣的 不要說魚了 他就在賣個例子 我碰到例子都會過敏 對啊碰到就會 所以這很麻煩呢 在吃在這邊跟大家強調就是 如果你發現你有過敏症狀的話 要仔細觀察你自己的生活 對你吃了什麼你碰了什麼 把這些記錄下來然後去找醫生 要找出正確的過敏 找出過敏源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是對魚肉過敏 比方說我對鮭魚過敏好了 那我會對比方說鮪魚也過敏嗎 有可能 增加對鮪魚過敏的機率 可是相反來說 你就不會 通常不會對蝦蟹棒殼過敏 因為魚跟蝦蟹棒殼是兩類抗原 對 那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個很有趣的情況 像有些人啊 對蝦蟹棒殼過敏 然後裡面有一些過敏原 譬如說像這個 其實這個東西 跟塵蟎蟹裡面的過敏很像 所以它同時又對蝦蟹過敏 然後又對塵蟹 呼吸道過敏這樣子 所以太辛苦了吧 而且其實阿丁你本身就對海鮮過敏 對不對 對 可以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麼診斷 就是我以前呢 在有一次去買海鮮車的海爐 然後就自己回家煮啊 煮一煮吃下去半個小時 那就開始不對勁 然後先是你會看到紅 皮膚紅腫開始 然後接下來整個臉都變紅的 然後我看到自己嘴唇也變紅的 整個臉就腫起來 米菇啦 我覺得開始呼吸怪怪不順的時候 我自己知道說完蛋了 這不行一定要送醫 那我就去急診室 治療就是抗阻滋胺 那打IV是比較快 那隔一天 症狀消除以後 隔一天我就到實驗室 因為我自己是做過敏的嘛 我們實驗室有醫生 那我跟他講這個情況 然後他就說 好趕快你下禮拜來看我 打菜一下啊 所以那些抗阻滋胺什麼的 其實只是壓抑你的症狀 並不是治療你的過敏 對不是不是 所以還是要從根本找出來 才有辦法治療 對 確診的第一個步驟 是我們做皮膚測試 叫Skin Test 醫生呢他們就是拿 已經是外面 commercially available 就是可以買得到的抗原 他就拿了海瀆的抗原啊 河河河的抗原啊 沾河河的抗原啊 沾然後用針搓我的那個皮膚 這麼辛苦 不是不是真的針 不是搓進去 是在皮上有一個小小的裂縫而已 所以不會流血 只是刮一下 指甲刮一下這樣 然後想說每個都要搓一個洞 哈哈哈哈 對很可怕 如果有好多的狗過敏原的人 你就要搓超多的狗 對 有的人是搓在背上 那我的情況呢 就是因為我已經知道是對魚 而且是鱸魚 所以他們只是測海瀆跟河河 然後跟一個 呃 posit control 就是 組織案這樣 那組織案那個種起來 然後我的 海瀆那個也種起來了 所以 接下來就進入到第二個階段 是Full Challenge 就是 現場吃魚 給醫生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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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法呢就是 我剛剛說我第一次過敏的是海鮮車的魚嘛 所以第二次呢 醫生就特別交代我一定要買 確定非常好的 新鮮的魚 而就是海鹿 那我就去買了貴貴超市的魚來 然後煮非常熟了以後 帶到整間 然後在他面前吃魚 一開始先從非常小一顆開始吃 然後坐在那邊15分鐘 他看欸沒事 然後再吃一口 這醫生也要花很多時間給你吃魚啊 不是醫生啦 就是醫生和護理師 所以護理師會幫他 結果我吃完整條魚以後 我其實沒有anaphylactic 那種休克的反應 所以你吃完整條魚之後 其實反而沒有過敏反應 那為什麼你上一次會腫起來 對這就講到海鮮過敏一個非常重要 有一部分的人 而且很大一部分人 對海鮮有過敏反應 其實並不是真的對它過敏 而是海鮮裡面的 譬如說不新鮮 裡面有一些化學物質 讓你造成類似的反應 就是看起來像過敏 但不是過敏 對 不過反正我都是會腫起來 我知道它到底是不是過敏 有什麼好處 對問題很好 像我的情況的話 我就知道我是因為 食物不新鮮的海鱸的造成 而不是因為我真的對海鱸過敏 所以我以後還是可以吃海鱸 對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對海鮮過敏 不管你吃什麼海鮮都會腫起來 如果你只是對海鮮有不良反應 其實測起來沒有IgE的話 對 就還可以拼人品 對 拼人品好 總之就像剛剛阿琪說的 我測到自己是沒有抗海鱸的IgE 所以就不是真的已經有形成過敏 記憶這樣子 要不要跟大家解釋一下什麼是IgE IgE是一種抗體 我們人體身上有各種抗體 IgE是一個過敏反應的時候常見會出現抗體 那我知道IgE這東西其實是可以驗血對不對 因為像你剛剛講的皮膚測試 其實就是戳下去之後 如果我會對那東西過敏 我的IgE會出來找到它 所以它才會腫起來 對 那既然可以驗血 我為什麼還要戳皮膚啊 這麼辛苦 因為戳皮膚 第一個比較快啊 不是侵入性的 所以只是因為比較快 比較節省成本這樣而已嗎 對 很好的初始篩選 但我不能夠自己自費去驗血嗎 我就不用被戳了 這問題很好 我知道現在台灣有一些 健檢單位或醫療院所 開始有提供這樣子 食物過敏的panel 就可以抽血 然後看你身上有沒有對 什麼什麼抗原的IgE 很快一次篩選出來 我到底是什麼東西過敏 對 但是這個不是常規的檢查 所以需要特別去要求或是看診的 確定你有這個可能 而且我今天想要找你聊這個 成人過敏的問題 是因為我們這邊有一個朋友 他這個案例非常的特殊 他剛來美國的時候 就突然間身體變得非常的差 常常需要送急診 但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醫生診斷之後就說 應該是假狀性抗靜 因為很多症狀非常符合 所以他因此吃了七年假狀性抗靜的藥 而且在這七年間呢 每年都要花2500元美金的藥費 還是一樣常常送急診室 但後來的契機是有一陣子他真的非常確定 他本身沒有什麼壓力 因為醫生說他的假抗是壓力造成的 可是他那時候就是生活得很健康 人生非常開心 根本就沒有壓力 可是症狀卻變得非常的嚴重 他要吃六倍劑量的藥 吃到都開始掉頭髮 然後還是覺得身體非常的不好 然後他才突然之間發現 他那陣子很常吃面食 所以他上網找了一下之後就開始懷疑說 也許他根本就是對面食過敏 而不是假狀性抗靜 但後來就有趣囉 他去找醫生講他的這個發現 醫生完全不相信他 可是因為他非常確定他應該是對面過敏 所以他就特地去掛了免疫科的醫生 但那個醫生一開始也不相信他 但那個醫生還不錯 雖然不相信他 但是幫他驗血 然後就真的發現說 驗出了一個叫IgA 不是IgE 但也是一種抗體啦 所以驗出來說他真的對面食過敏 而且醫生也特地去上網查期刊 才發現說 這種過敏 會看起來像是假狀性抗靜的症狀 是真的 只是一個很新很新的發現 所以他發現了這些之後 從此進行飲食控制 就不再吃任何的面食 現在已經三年 沒有任何假狀性抗靜的症狀 可是因為他之前身體一直在發炎嘛 不知道自己對食物過敏 一直吃面 所以他已經有一些後遺症 比方說像腸肉症啊什麼的 那就讓我們很感慨 如果他沒有因緣機會發現的話 他搞不好已經去磕假狀腺 或是還在吃假狀腺抗靜的藥了耶 對啊 所以這個故事很好的說明 為什麼我們要再做YouTube 就是因為食物過敏這件事情 大家不是對他非常有意識 我們剛剛講 大家不太會常常想到是因為這個原因 那可是食物過敏的診斷 真的是要靠大家自己發現 或是說自己對觀察自己的生活型態 跟吃了什麼飲食 然後接下來的反應 然後醫生也需要你帶著這樣子的 主述這樣子的觀測 然後醫生聽到這樣的主述 他才會去想這件事情 為什麼這麼的困難啊 為什麼他都已經跟醫生說 我覺得我是面食過敏的 醫生卻不相信他 我覺得也不是不相信啦 但是這樣子的食物過敏 像我說的 是這幾年 這十幾年來 飛躍的增加這樣子的case 所以不是常常寫在教科書裡面的 所以因為不是醫生常常會接觸到的病因 所以他們很有可能不會往這個方向去想 對 而且主要真的也要靠病人自己發現說 他就是吃了這個東西才腫起來 不然醫生根本也不會發現 對 發生的寝食間是在家裡 或者是在你的生活中 你那時候沒有在醫生旁邊 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你吃了什麼 跟你自己才知道你的身體反應是什麼 所以病人自己的觀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我今天發現我對食物過敏的話 我該怎麼處理 什麼樣的情況下應該要送醫 什麼樣的情況就可以讓他隨便去就好 也不是讓他隨便去啦 但是因為我們在美國 所以要不要進急診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決定 很貴很貴 不像台灣幾千塊就決定了 也是幾千塊啊幾千塊美金了 所以在這邊要跟大家講 就是如果你有食物過敏 類似食物過敏的症狀呢 如果嚴重到像我剛剛說 我自己呼吸不順 或者是像低血壓 那低血壓的定義就是正常血壓的70%這樣子 這種情況就是過敏心休克的前兆 就一定要送醫了 對 生命危險 那有沒有什麼急救的方法 在家裡擺主子安 通常急救的話就是 就是EPIPEN 打腎 正身上腺素 就一根擦下去 對 電影裡面都會有的那個 但是平常人家裡不會有啦 所以我除非你真的是已經確診了 才會得到這個東西嘛 對 所以真的就是送醫 那如果像是我朋友這樣 他已經確認對面啊什麼的過敏 有沒有辦法治療 面食我目前所知 像骨疼我目前所知是沒有 大部分你去醫院醫生都是說 叫你避免吃這個東西 只能夠避免嗎 我就是很喜歡吃麵 我就是很喜歡吃海鮮 不行嗎 你要想辦法治療我啊 這是努力的方向啦 就像我們剛剛說 今年才推出第一個 對於Penal allergy的藥 對 所以有一天可能會出現 削弱的麵食的過敏原 或是削弱的海鮮過敏原 我吃一吃 就也許有一天可以重新開始吃海鮮跟麵 希望是這樣 那目前沒有什麼療法 但有一些實驗性的做法 如果你對譬如說貓狗過敏的話 他們會打貓毛的抗原在你的皮下 再打在這邊 然後可以大概從低劑案開始打 一開始打的時候 整隻手腫得超大這樣子 很痛很痛 但是漸漸漸漸讓他免疫系統適應適應以後 然後會減低你遇到真的遇到貓毛的時候的過敏反應 所以對貓的過敏其實已經可以根本治療了 就是打那個 就是緩解症狀 不能說痊癮 對 必至少比抗主治安要好 抗主治安就只是壓下來你那時候的反應這樣 那上一集我們有講到說 可以靠腸道裡面的益生菌嗎 所以有機會嗎 有可能我吃很多養樂多 就不會再對海鮮過敏嗎 這個市面上有很多益生菌 那我們在這邊就是要跟大家強調 就要去仔細看他每一個是有哪一支菌 然後去查核 evidence到哪裡 不要亂相信廠商的claim 對 不是每一種益生菌都可以治療過敏 對 目前應該是沒有真的可以治療過敏 沒有FDA核准可以治療過敏 但是我們的確在往這個方向發展跟研究 那接下來我要問的這個問題 台灣觀眾可能比較沒有辦法理解 因為在台灣如果你覺得你對食物過敏 其實你可以自費去掛這些過敏科 但是在美國其實有可能是不行的 因為美國健康保險很複雜 有的時候如果你的家庭醫生不相信你是對食物過敏 像我那個朋友這樣 他的家庭醫生就是覺得他該割甲狀腺 然後如果醫生不相信你 他其實就不會建議你去轉診 你如果拿不到轉診信 可能就沒有辦法去掛過敏科 所以如果我今天蠻確定 我很有可能就是食物過敏 但是醫生就是不相信我 我該怎麼辦 這個當然就是溝通啊 那如果溝通無效就是再找其他可以溝通的醫生 溝通啦 不要講換醫生 溝溝通 在美國這邊 因為這幾年Case太多了 就增長很快 所以現在Awareness變大很多 那但是如果你還是遇到這樣的醫生的話 你可能需要找一些 譬如說有內科或者是小兒科背景的家醫科醫生 因為小孩子過敏的比例比較高 比例比較高 所以這些醫生會比較往過敏的方向去想 會想到這是一件事情 對 好那我們今天說結論的地方了 我們今天用兩個很特殊的例子 包括阿丁博士自己的例子 還有我朋友的例子 去告訴大家 如果你吃了海鮮會腫起來 其實不見得是過敏 但如果真的是過敏的話 找出自己會過敏的食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然有可能因為長期身體的發炎反應 而演變成其他的慢性疾病或後遺症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認真地面對食物過敏喔 那如果喜歡這集的內容的話 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們按讚留言分享 讓我們知道說呢 這樣的主題其實是受歡迎的 這樣我才可以說服阿丁博士 再幫我們去做更多的研究 來講一下花粉症跟氣喘過敏等等的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這個雖然說大部分 我們在這邊說過敏的原因不知道 但有一些很特殊的過敏 倒是我們現在有一些發現 是知道原因的 像譬如說有人對紅肉過敏 你有聽過這個嗎 沒有我突然聊 不要說吃牛排也會過敏喔 很慘發 有一個很重要的 paper New York Times也有報導 發現你對紅肉過敏呢 有可能是因為你以前曾經被皮咬過 皮是什麼東西 寄生蟲 它咬你的皮膚 然後它讓你的免疫系統 所謂sensitize 然後你就對 alpha gallylose 一種糖 變成那個糖是一個抗原 然後那個糖呢 在紅肉上面也有 翻譯成白壞文是因為小時候 被寄生蟲養過 對 所以反而對吃牛排會過敏 對 牛排還有羊也是紅肉都有 這好特別喔 對 那第二個例子是什麼 第二個例子呢 是對納豆過敏 蛤 對有人對納豆過敏 然後 who cares 沒有納豆過敏 真的嗎 太難吃了過敏 在日本是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他們去研究 然後發現呢 是因為被有一種水母遮骨 這好像很劣質 這好像網路上外出現奇怪的假形 所以其實有可能 對很特殊的東西過敏 是因為小時候被奇怪的東西咬過 對 Second sensitization的加速嘛 就是你第一次在皮膚上 遇見的那個抗原 然後你身體對它有了 有了記憶有了反應 然後接下來你吃 那個抗原的東西的時候 就不行了 就很像是人家說 蜜蜂叮第一次沒怎麼樣 叮第二次就 搞不好要送醫了 是類似的概念 對